第259章 方柔公主已是二九年华,这个年纪没有出格,已经是老姑娘,却正是女子风华最盛的时候,只可惜她一路走来,她的脚一搏一搏的,破坏了那一份美感。 许久不见,家民陷入胆子越来越大了,陷了本宫,也不知道心里吗? 公主殿下安好,方柔公主盯着真妙,脸色越来越难看,今日省局宴,她身为公主,当然也收到了邀请,可是,以她如今的模样,还怎么出现在那一些贵女的面前? 凭什么,真似一个出身不高,品行有缺的人,却越过越好,不但占了她少时就悄悄放在心上的男子,还不守妇道,方柔公主想起这些,就恨不得。 像纳罗天成,也曾以侍卫之身陪伴在她身边,陪她出游玩乐,最重要的是,还救过她的性命,可现在,他们一家和美,自己却依然是小孤独处。 看来,她听来的那两个小宫女的话,是一点也不错,真似有了她,还不知足,居然还想引诱皇上。 天会已散,贾民信主怎么还没有出宫?方柔公主走近,到此时,真妙也意识到了不对,淡淡地道。 正是要出宫去啊,方柔公主手一扬,以军雷不及掩耳之时,打了真妙一个耳光。 真妙没有想到,方柔公主居然会打神,捂着脸有一些发懵。 你不要那样看着我,本柔公打的就是你这样的贱人,直到皇兄时常来这里,你就来这里徘徊,你那一点见不得人的心思,有谁不清楚。 有谁不清楚? 只没有听到这句话,脸色都变了,那一次进宫,臣庆帝是举止时常,可他竟让这样的流言缠遍了吗? 那他还怎么见人?世子知晓了又该有多伤心,引在暗处的针镜抿着唇,得意地笑了,这一巴掌打得可真是解气,可惜不能由他亲自来,他就是要真思怀疑,他和皇上那见不得人的事情,宫中已经早已是人尽皆知,要他没脸,回去之后羞愧自尽才好。 方柔公主可真是一柄好刀,真妙脸上火辣辣的疼,心里更疼,瞧着方柔公主得意鄙夷的笑容,格外刺眼,咬着唇,脚一抬,一脚就把方柔公主给揣翻了。 方柔公主一声惨叫,不可置信的盯着真妙,你敢打本宫? 真妙早已经观察过,此处偏僻,没有旁人会过来,方柔公主只带了两个宫女, 他这边只有一个小内侍,这口恶气要不是能当场出了,他就不叫真妙。 陈庆帝这样迈出的脚悬在空中,表情呆滞的收了回去,真妙根本不回答方柔公主的话,一声不吭的继续满串。 方柔公主连站都站不起来,只得抱着头怒吼道,你们都是死人,还不给我打! 一着急,连本宫都不说了,两个宫女这才如梦出行,冲了上来。 真妙那是勤练不错的,打不过有功夫的男子,两个娇敌地的宫女还打不过吗? 当即横扫一脚,那两个宫女连接的摔倒了,有一个还压在了方柔公主身上。 真妙气出了,趁着主仆三人爬不起来,扭头对着目瞪口呆的小内侍道。 还愣着干什么,前途大路送我出宫,见小内侍还站着不动,冷声道。 怎么,你也想要帮忙吗? 领挫路的账,本县主可还是没有算呢。 小内侍脸色一变,哆哆嗦嗦道。 县,县主,这边走。 地上的方柔公主气炸了肺,狼狈地爬起来,一双眼恨不得把真妙蹬出一个窟窿来。 真死,你有能耐,现在就打死我。 不然,我就要去找太后问她老人家,我的皇室公主该当何罪。 真妙抬手,把发丝往耳后抿了抿,手伸道。 公主说笑了,公主惊之欲艳,去哪里都是前无后庸,能被我打吗? 方柔公主一阵,眼中闪过狂怒,冷笑道。 哼,好,这个太后刻意不信。 那么,本宫要是说,你一睹高音皇上呢? 这妙妙不该色,轻轻一笑。 证据呢?我还说,公主对皇上有禁忌之情呢? 这才也知云阴未驾,太后会信吗? 方柔公主,您不是十岁的孩子了。 说话前,请我脑子思考,不要用屁股号码。 躲在暗处的沉浸底,听了真妙这话,脸都轻了。 这丫头,在胡说一些什么呢? 她一个转身走出来,淡淡地道。 但怎么不知,这里如此舍弄? 在场的人同时呆住,就连引在暗处的真镜,都是一愣,随后气白了脸。 原来她猜得一点也不错,皇上对真似果然是惺惺念念的。 皇兄,你要给臣妹做主,贾民先主,住所屋里竟然打我。 方柔公主第一个反应过来,音音哭着冲向了陈庆帝。 她再也不是能够肆意骄纵的公主,早就学会了示弱。 方柔公主兵发散乱,衣衫上钻着草叶,这跑起来一搏一搏的,啥是可怜。 陈庆帝衣衫,方柔公主扑了一个空,恶然地回头。 皇兄。 陈庆帝紧绷着脸,冷冷说道。 听说皇妹一直不愿出家,是为了朕。 方柔公主差一点重新摔倒,不可思议地望着陈庆帝,脸上又羞露脑,不自觉,太高了声音。 皇兄,你怎么能听他胡说? 被他一手指向的真妙,同时臭了臭嘴角。 哼,皇上,您得节操嘛。 陈庆帝淡淡地道。 皇妹明白这些乱七八糟都是胡说就好。 随后语气陡然严厉起来。 你一个女儿家,动辄把勾引这类似挂在嘴边,想什么样子? 皇兄,我没有,我是低说。 陈庆帝打断了他的话。 听说,朕听说,皇妹姓一阵罗公府的罗二公子。 杨公公,传朕旨意,方柔公主与罗家二郎天作之和,朕甚月之,特赐婚二人,择日完婚。 皇兄,你不能这样。 方柔公主尖叫起来,谁不知道,那罗二郎时运不计,错过两次春围。 长久抑郁之下,竟是疯癫了。 陈庆帝毫不在意,看向杨公公。 杨公公,还愣着做什么? 还不快传朕的旨意。 不! 方柔公主狼狈地扑过来,跪倒在陈庆帝脚边。 皇兄,方柔不嫁,哪怕是缺乏为你,我也不要嫁个一个疯子。 杨公公小心翼翼地看着陈庆帝,见他嘴角微翘,便明白刚刚所说的是不作数的,使眼色的没有动弹。 陈庆帝毁然笑了起来,语气温和道。 哈,原来皇妹是想出家啊,怎么不早说呢? 派庙里都是历代嫔妃,皇妹去那里不太合适。 这样吧,真看小福安不错,皇妹便在那里清修吧。 小福安在大福寺的后山,落发的尼姑都是有来历的,也不对信徒开放,是一个清静之地。 陈庆第三言两语,方柔公主被逼出家了,直到他被人拉走,声嘶力竭的哭喊声游在耳侧。 这庙还有一些回不过神来,这情节发展太快,他觉得自己智商有一些捉急,躲在暗处的真颈更是面色苍白,紧紧捂着嘴不敢发出半点声音。 贝极陡然生起一股寒气来,对先帝最疼宠的公主,皇上都能随意发落他出家,这是何等的狠心。 他忽然有一些后悔了,哪怕再狠真死,他也不应该轻易出手。 皇上会不会追查到他身上,要是发现了他的所为,会怎么对他? 他好歹为皇上生了一儿一女,特别是珍珍,皇上那么喜爱珍珍,怎么舍得他没了母亲? 就这样,等回寝宫,就教珍珍好好地哄一哄皇上。 那丫头虽然不贴心,对她的话向来是不敢不听的。 珍靖心念急转,却站在那一处一动不敢动,生怕有什么动静,被人发现。 家民 陈庆帝喊了一声,珍妙心中一惊,紧奔着行了一个礼。 拜见皇上 你非要如此吗? 陈庆帝声音有一些低。 嗯,珍妙抬头 听说你有事找人 陈庆帝终于忍不住提醒了一下,心道,这丫居然不知道趁机求他,真是一个笨的。 珍妙现在对听说两个字格外敏感,忙着摇头道, 没有 真没有 这有事相求,他可得说呀,他这不是让人着急吗? 真没有 珍妙语气坚决,陈庆帝额角轻轻跳了跳,板着脸对那领路内使道 送珍妙县主出宫,要是再有什么领错路的事,你就不必来见朕了。 这话说的,那给珍妙引路的小内侍浑身一颤,一直跪在地上,没敢抬头,珍妙安松一口气。 江明告退,等他离去,陈庆帝目光凉凉地扫了地上跪着的小内侍一眼,忽然又偷向别处。 隐在暗处的珍妙滑身一僵,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,不会的,皇上不可能知道他在这里。 出来吧。 冷冷淡淡一句话,差点把珍妙给吓得瘫软了,他直接咬住手才没有尖叫出声,陈庆帝目光牢牢锁定在那里,嘴角挂着嘲弄地笑。 怎么,是妖阵就请你出来吗,珍贵妃。 珍妙逐遭了一批,脑海中一片空白,好一会儿,如木偶般的表情混沌地走了出来。 珍妙猛然挡了一个寒颤,瞬间找回了李治,普通一身贵刀,姿态无比顺促。 是,陈庆路过此处,无意间撞见了芳柔公主和嘉明献出起了争执,不好献身,这才躲了起来。 他低着头,拎着青石扑旧的地面,露出一节脆弱纤细的脖子,令人忍不住心生怜性。 陈庆帝走过来,伸手把真镜拉起,真镜就是站起来,以最温柔切弱的姿势抬头,背影于劫。 一双眼含着无限深情凝视着陈庆帝,就见陈庆帝翘了翘嘴角,伸出手指竖在真镜的唇边碰了碰,淡淡笑道。 贵妃,朕早说过,别当朕是傻伯。你这是第二次了吧? 他能走到今日,又不是平的运气,想知道的事情有什么,能不知道呢? 皇上,神妾没用。 触及到陈庆帝冰冷深邃的眼神,仿佛能把人看透,真镜要佛身的话咽了下去,咬了咬牙道。 是陈庆,一时骨度,又皇上,看在真镜和小皇子的份上,少了陈庆这一回吧。 真镜神情忐忑地望着陈庆帝。 陈庆帝淡淡一笑,真镜和平戈尔的面子,太妃上次已经用完了呢,放心。 真镜是朕最爱的公主,平戈尔是朕的长子,朕不会让她们有个打住冷宫的母妃的。 来人,送贵妃回宫。 真镜长长地输了一口气,不打入冷宫,那就好了,只要有真镜在,她早晚还是会出头的。 真镜回了重华宫,不多时就有宫女通传。 娘娘,杨公公来了。 快请。 杨公公进来,玩世一言,真镜会议并伺候的人退下,跟在杨公公身后的内室上前一步,把手中托盘上的红绸布揭开,露出触目惊心的白铃和一杯酒。 真镜眼睛直勾勾盯着那一个托盘。 宛若见了索命的厉鬼,脸色瞬间变得铁青,往后退了一步,望着杨公公摇摇头道。 我,我可能,我说,我说不会自私本宫。 她边说边往后退,碰到桌角,撞翻了摆在上面的茶壶。 茶水顺着桌面流淌,浸湿了她宽大精致的衣袖。 杨公公往前走了一步。 贵妃娘娘,老奴可不敢假传圣旨啊。 你别过来,真镜尖叫一声。 本宫要亲皇上,要亲皇上,皇上,他不可能让我死的。 贵妃娘娘,老奴趁您还是体体面面的选一样,不然,只能有老奴替你做主了。 杨公公使了一个眼色,端着托盘的内侍上前一步,真镜一脸惊恐地望着二人。 杨公公笑咪咪的,内侍则是面无表情,坐在眼中,却全是真理面孔。 也许,神到了绝境时,脑子转得更快。 真镜一下子明白,她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弱女子,想要抵抗两个太监,那是不可能的。 灵光一闪间,她深吸了一口气,勉强恢复了平静。 杨公公,皇上,他当真下旨,死死本宫。 自然是真的,不然,老奴有天大的胆子,也不敢逼迫贵妃娘娘。 能,请杨公公替本宫传个话给皇上行吗? 这…… 杨公公,皇上并不是抗制,这是在邻居前,想见皇上一面,死也要死个明白,这也不行吗? 杨公公叹了一口气。 唉,不瞒贵妃娘娘。 皇上交代了,她没空理会这些琐事,若是您想见她,就不必了。 皇上,真这么说。 真净平日花瓣般的唇,没有一丝血色,纤细如柳的身子摇摇欲追,杨公公点了点头。 那好吧,真净闭了闭眼,又睁开,举了举杯茶水浸湿的衣袖。 杨公公,本宫一生无了,无论如何,皇上没有读弃本宫的贵妃职位。 本宫好歹是小公主和小皇子的母亲,就算要去,也想去得体面一些。 本宫进去换一件衣裳,这总可以吧。 杨公公看一眼,真净的衣袖,吃衣片刻,点头。 请贵妃娘娘动作快些,皇上还等着老奴赴命的。 真净嘴角微弯,露出一个极淡的笑容。 不会让杨公公为难的,他走进内室,片刻没有停留,直奔窗前。 窗本来就是知己的,这个时候真净奔发出了平时没有的力量。 踩着临窗的桌案,从窗口跳了出去,落在地上。 他顾不得那一股冲力给身体造成的不适,提着裙脚,拔腿就跑。 这崇华宫,作为贵妃的居所,位置颇好,是离帝王所居的养心殿最近的几座宫殿之一。 出乎意料,真净没有直接往外跑,而是冲进了崇华宫内的一个院落。 冲进屋去,把正在席子的真真一把抓住。 母妃? 抓住真真的手,真净这一颗心才算安稳了一些。 语气急促地道,真真,待会儿你父皇过来,你要向他求情,不然母妃就要没命了。 为什么? 真真一脸茫然,真净习惯性地捏他一下。 总之,你要和父皇说,你离不开娘,弟弟也离不开,你知道了吗? 真真有一些惊趣,闻懂地点了点头。 真真知道了,母妃。 等在厅中的杨公公,见真净迟迟没有出来,面色一变。 不好。 再顾不得避嫌,一个箭步冲进去,看着空荡荡的屋子傻了眼,跟进来的那是目瞪口呆。 贵妃娘娘们,坏了,真贵妃一定去找皇上去了。 杨公公懊恼不已,转了身急忙往外走。 不知何时,真净手牵着真真立在门口,平静地问。 杨公公,是去回避皇上吗? 杨公公看一眼真真,面色难看。 贵妃娘娘,您,您这是…… 真净冷哼一声,握住真真的手更紧了些。 杨公公,劳烦你去跟皇上说,真真公主正和本公在一起。 杨公公为难起来,皇上对真真公主的宠爱,身为心腹太监,她是清楚的,可她要是就这么回去,非被皇上狠狠斥责不可。 怎么,杨公公不想去,不给本公这个面子。 真净笑着抬手扶了扶并脚,白皙的手指和压青的发丝形成鲜明的对比,忽然拔下一只金簪来。 她握着金簪的那只手放下,在真真脑后晃了晃。 真真并不知晓,紧紧依偎着母亲,杨公公几乎不敢相信地瞪大了眼,虎毒还不识子。 真贵妃为了见皇上一面,竟拿自己的女儿威胁她,实在是好狠的心肠。 冷汗从杨公公鹅脚滚落,她不敢再耽误,供声道。 老奴,老奴这就去回禀皇上。 这样回去迎接的只是皇上的怒火,要是真真公主出了事情,那后果如何,她都不敢想。 杨公公留下那时,亲自去见陈庆帝。 陈庆帝听了她的禀告,脸色铁青,大不留心地向着冲华宫走来。 皇上,命终于,可来见陈庆了。 真竟见陈庆帝进来,眼睛亮了起来,她当然是不想死的,什么体面不体面,死了就是死了,神一死就是一皮黄土。 所有的尊荣富贵都和她无关了,为了儿女的体面,赏她去死。 她的命是自己的,不会为了任何人去死。 再者说,在这吃人的后宫,没有了亲娘的保护,两个年幼的孩子还不是被人吃的,连骨头都不剩吗? 真竟拉着珍珍归倒在陈庆帝的脚边,哭得离花待遇。 皇上,陈庆错了,站在陈庆的份上,你饶了陈庆吧,陈庆以后愿意闭门不出,再也不招惹任何人。 她说着,还立看珍珍一眼,哭道,珍珍,珍珍不能,没有娘呀。 到底是血浓于水,珍珍平时虽然有一些畏惧真净,此时却跟着哭了起来。 父皇,珍珍怕,珍珍不能没有母妃。 珍珍不要怕,父皇答应你,你会有母妃的。 陈庆帝俯身,把珍珍抱起来,说安抚地拍着她的后背,忽然再抹出暗了一下,珍珍头一歪,昏了过去。 陈庆帝望着珍珍冷笑。 珍最恨的,就是被人威胁,更何况,是拿自己女儿威胁。 狠毒弱丝,还想拿捏朕。 皇上,珍珍面如土色,她忽然发觉,这么些年,她从来没有猜对过陈庆帝的心思。 贵妃放心,珍珍不到六岁,平戈尔不到四岁,朕会给她们找个合适的母妃的。 小孩子,总是健忘的。 不,珍珍彻底绝望起来。 杨公公,还不动手? 杨公公手一挥,两个内侍走上前来,一人一边按住了珍珍,把那白铃在她颈尖一绕,手上加大了力气。 珍珍双手死死抓着颈尖的白铃,双腿拼命踢瞪着,眼睛越来越鼓,直愣愣地瞪着陈庆帝抱着珍珍越走越远。 那一瞬间,她脑海中闪过了很多的画面。 幼时和长姐起了争执,父亲训斥了长姐,把她抱起来哄劝,她破体微笑,铃铛般的笑声洒满了有着秋千的院落。 少时,与礼部尚书府定了清,小小的得意与休难。 退清后的绝望,得知要嫁进寒门弟子的一个愤怒,还有,逐渐增生的,最真实的恨意。 葡萄架下,交付身心时的惶恐和破釜沉重,孕育着珍珍时的欣喜与憧憬,还有成为贵妃后这一年来的得意风光。 最终,这些都化为一道白光,遮蔽了双眼,她渐渐地,什么都看不到了,一切算计的,追逐的,不甘的种种,终究归为沉寂。 珍静手一松,有气无力地垂下,身子转了下来,其中一个内侍,伸手在她鼻端一探,道。 杨公公,贵妃娘娘,没了。 杨公公还不放心,上前一步,亲自探了鼻息,这才道。 准备丧仪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